前進新世界Money大自由 大家好 我是清姨 我們今天要前進的是台股 真能夠繼續守住萬七的世界嗎 那麼台股這一波這個站上萬七 靠的不是這個全資股 而是也都中小辛苦帶頭繼續衝 那麼現在包括了聯發客 外資看到價錢是一千六百七十八塊 這個價錢真的能夠達標嗎 台股憑什麼繼續向前衝呢 那麼另一方面我們來看到 這個intel跟台積電兩強之爭 早就鴨子滑水很久了 不過這一次這個張董已經是點名了 其實現任的intel的CEO 對於台積電實在是不太客氣 這代表兩強已經是宣告 正式槓上了嗎 我們待會一一來解讀 馬上介紹我們今天現場來賓 這邊是我們財經專家 世聰歡迎 大家好 財經專家敏寬歡迎 清姨好 大家好 財公分析師有您個歡迎 清姨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產業專家白陸哥歡迎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分析師威良歡迎 清姨好 大家好 我想先這個首先幫大家這個 民眾很想要問的問題 投資人想知道 到底萬七你們覺得 守不守得住 Yes or No 萬七守不守得住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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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 基本上四比一耶 都覺得OK嘛 水逆結束了嘛 沒錯 海闊天空 塞公就只有你跟人家不一樣 對啊 一定要不一樣 你是故意的是不是 對啊 台股27日陷入霞幅震盪整理 盤中一度翻黑 最低下探一萬六千九百七十三點 接近尾盤 靠著電子股持續挺出 中廠收在一萬七千多點 上漲了四十點 成交量兩千八百多億元 全靠中小型電子股成盤 航運金融股相對弱勢 守住萬七關卡 這一波來看的話 其實指數已經開始 明顯的偏多的一個格局 尤其在主流電子股的一個帶動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是台股的法收會的財報內容 股片都優於預期 也反映在股價正面的一個表現上面 聯電法收會前聯四漲 二十七日收在六十一點九元 漲幅百分之三點五一 帶動聯家軍支援漲停 紅海小碟 但紅家軍撐盤 劍漢也漲停 元宇宙概念股 宏達電欲創看竅 另外還有星星漲停 代表ABF載板強勢表態 ABF載板的一個正面的一個訊息 目前看起來整個攻擊 仍舊持續持緊的過程當中 電單能見度相當的長 其他搭配像是電動車 相關題材的一個電視材料 等相關的個股的一個發揮 乃至於更大的一個 元宇宙的一個概念的族群 都是這一次被市場主力點火的 一些重量級的個股 電子股長新題材發揮 搭配財報法收會內容優於預期 台股指數有成長空間 儘管區間呈現震盪整理 但若是電子股能持續表現 守住萬七關卡不是問題 還有機會可能會繼續往上衝 因為我之前知道 你一路一直非常的擔心 現在危機還沒有化解嗎 你看一個一條一條線 一關一關已經漸漸收復了 OK 對沒有錯 他這收復了收復了這個 今天收復的季線啊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之前呢在八九月的時候呢 也三度的收復季線 結果最後還是跌破了 那當時呢當有當時的問題 那現在呢也有現在的問題 我們現在舉一個例子來講 什麼問題 像譬如說下個禮拜呢 這個美國聯準會要召開 利率決策會議 那要決定什麼時候開始這個 縮減購債規模 那可能也會預告說什麼時候 開始要升息 所以呢 但這個大家都已經有預期了 對其實在以前的話 譬如在金融海嘯的那個時候 在二零一三年年底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他也有這個聲明說 我們要準備要縮減購債規模了 結果呢 美國股市台灣股市都是漲的 那這一次呢可能會不一樣 因為上一次呢 是因為美國的經濟景氣的走勢 已經非常穩健了 所以他宣佈縮減購債規模 之後大家說 那表示經濟已經好了 對 接上來了 那這一次不一樣 這一次縮減購債規模 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因為呢通貨膨脹 他要壓抑通貨膨脹 這個不是表示他們的經濟景氣 已經穩定恢復成長 所以這個有一點點的隱憂啦 那第二個 這個通膨到底多嚴重啦 現在太多意見了 對 所以呢 我是這一點 我是比較擔心啦 所以看到什麼訊號 你會覺得穩了 安了 OK 還是一樣 跟上次一樣 站穩三天 從明天開始站穩三天 三天 上一次 要過三就可以了 對 上次從來沒有一次 站穩過三千的 三天的 那所以站穩三天 那甚至於呢 最好是怎麼樣 是站上了這個半年線 半年線今天呢 明天大概是到一萬七千一百零五點左右 對不對 能夠站穩這個半年線三天的話 那就機會就更大了 過高 機會就更大了 那第一個呢 如果說我們從技術面看 如果說呢 它能站上了這個半年線的話 在這裡呢 它就會形成一個頭肩底 那形成一個頭肩底呢 那就可以來挑戰一萬七千三百點 到一萬七千六百點 這個套牢區 那應該不會有什麼很大的問題了 那接下來呢 就挑戰一萬七千六到一萬八 一八零三四 這個區間 這個區間可能要有點考驗 不過呢 如果能夠再創新高的話 那麼來挑戰一萬九到一萬九千五百點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蠻久沒有聽到你講這個數字了 今年有可能發生嗎 有 有 對 如果要挑戰一萬九到一萬九千五的話 應該就在今年 要先一萬八嘛 對啦 就一關過一關啦 但是說年底有可能看到一萬九啦 只要能夠突破站上一八零三四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一萬九到一萬九千五 OK 好 所以我們且站且走啦 是 可是呢 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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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一沒有站上季線 每次最怕聽你講那個萬一 BUT 講了一大堆BUT 重點在後面 我們今天的這個BUT不多 我們今天只有一個BUT 一個BUT就是呢 萬一沒有站上這個季線 那他就要反下來 那反反下來要跌破月線 那如果跌破月線 因為明天的月線就止跌翻揚 他其實就形成一個多頭格局了對不對 那可是萬一這個時候跌破月線的話 那就會變成怎麼樣 就像那個打排球一樣 這個手舉起來用力往下殺 那這一下就不得了了 如果是形成這種走勢的話 這裡有沒有看到 這邊就一個 形成一個頭肩頂 那這個頭肩頂 跟頭肩底就差很多 這個差很多 那這如果萬一形成頭肩頂的話 這個一五一五九 那大概就要跌破 那跌破的話就準備來看 這個是要下誰啊 最小滿足點 一萬四一萬四千五百 因為如果用這個頭肩頂的 這個型態來推測的話 那其實他的低點應該是不止於這裡 一萬四到一萬四千五 你寫個最小滿足點 其實也差不多了 只要沒有什麼重大的這種 消息面的利空的話 應該技術面來看的話 應該也在這裡 我都不想問最大滿足點哪裡了 又不希望它發生 最大滿足點是永遠不滿足 就像我們當初在一萬一二六八二 明貴七十九年一二六八二 跌到二十八五一樣 那個時候怎麼算都算不到底部 當然這一次絕對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大家可以不用擔心 現在有些利多紮實的基本面在支撐 很多法術會報喜 對 沒有錯 你看外資又來 其實我每次看到他上條目標 其實我都很怕 上市一條之後 哇塞 一堆人套牢在那邊 現在再調一次一千六百七十八 而且這次調得非常高有沒有 今天才收九百四十二塊 再給我調到一千六百七十八 外資報告能信嗎 我覺得不太可信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是這個正確的話 應該是一六八零 一路發嘛 對不對 弄過一六七八這個就不太對了 好 OK 那其實這個外資 外資怎麼去做 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們的平等 目標價怎麼設定 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們所謂的股價會說話 對 那我們先看一下 聯發科呢 在昨天召開法說會之後呢 大家看到他的這個財報啊 表現得非常的好 對不對 那非常令人驚豔 你看喔 我說驚豔的地方在哪裡 這個今年第三季呢 他的EPS是多少 17.92 去年第三季的EPS多少 8.43 一倍還要多 還有早 對不對 然後不過呢 有一點點 大家注意一下 他第四季的預估是多少 15.75到19.25 他第三季是17.92 有機會再成長 他可是呢 他是在這個 第四季的預估的中間值 在中間值表什麼 第四季大概不會有什麼成長 一般來講 大部分 所以呢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我們再來看這個聯發科 他今天的走勢 昨天的財報表現非常好 然後呢 外資把他的目標 調升到1678了 結果他今天是開高走低 對不對 對 收個黑 那是不是有點利多不漲的味道 利多又出鏡了嗎 對 就很怕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收入很多人覺得 好公司嗎 進去搶 對 現在又多了外資報告 到底是要再往上調嗎 還是 所以理論上來講 他今天應該要漲 對不對 就跟那個上一次台積電 台積電法收會之後 第二天不是大漲嗎 對不對 那今天小漲也可以 結果他收個黑 就有一點麻煩了 有一點麻煩 不過呢 聯發科還好 真正重要的是 今天下午召開法收會的聯電 明天還能不能夠漲 這才是一個重點 所以聯發科你覺得先停看聽 對 先停看聽一下 對對 先不要急 聯電才是真正的重點 聯電今天已經拉出一根中紅了 那麼明天呢 因為他今天法收會內容也是很漂亮 所以他明天股價是不是也要漲 一定要漲 如果他不漲的話 又跟今天聯發科一樣 也來一個收黑的話 那這個市場的信心 整個就崩潰了 對 本來就等他加油點火 沒錯 對不對 現在一切都要看他們了 結果他如果明天再來收個黑的話 那大家市場的信心 就會受到衝擊 那這個盤勢呢 這個季線能不能守穩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剛剛舉 比較保守的原因 對 沒有錯 好 那另外一個觀察的重點 當然就是台積電 發說會這麼棒 但目前六百站上之後又下來 他六百站上之後 他在這邊一直震盪 其實也是可以接受的 為什麼 因為他一直在月線季線之上震盪 而且呢 在這個大量區之上震盪 其實他是一個 屬於一個強勢的盤整格局 所以還是可以接受的 只不過呢 他一定要轉強 因為台積電轉強的話 那加權指數才能夠繼續的往上空 否則的話呢 都是中小型的股票在這邊充 那沒什麼用處 好 我們等待盤整個上 就希望大家這個整隊都整好 大家一起往上 當然全值股好的公司往上 另外就是跌升的這些股票 有沒有辦法繼續上購 還有這些還沒動的 對 其實他們很重要 大家不要看這種跌升的股 這怎麼講呢 就是這個盤要往上衝的話 你除了要台積電這種全值股 這個做個火車 大家有沒有看過 那個阿里山小火車 那一個車頭往上 在前面拉 一個車頭在後面推 那麼台積電這些股票 就是往前面 在上面 在前面往上拉的這個火車頭 那這種跌升的股票 它就是這個後面往上推的火車頭 所以呢 後面這個他們也要漲 那像是納雅科 這種記憶體的 最近當然跌得很深 那可是呢 如果他們能夠呢 漲一波的話 那這個大盤 這個攻 這往上攻 就沒什麼問題了 我們再看一下下一檔 那下一檔呢 這個金豪科也是一樣 金豪科也是一樣 那同樣的也是呢 跌升了 那我們就看它能不能反彈 站回這個半年線以上 嗯嗯 那現在你觀察呢 呃 它現在受到季線的壓力 可能要稍微的震盪一下 南雅科是比較有一點機會 OPPO 5G新機 搭載聯巴科天機1200 旗艦級處理器效能大幅提升 其他中國品牌包含小米 Vivo也都採用 今天每個大部分大銘研 都已經採用了 5G股胸機器 norums 我第二年 產品的贵益 都會開始到 到這個年年 收匯5G需求大增 聯巴科前三季 稅後金利達到 817.25億元 年增來到誇張的 百分之兩百零八點六 EPS51.57元 改寫歷史新高 大賺五個股本 上修猜测看好全年营收可以成长52% 毛利率渴望站稳46.4% 发售会报喜 外资上调目标价1678元 虽然联发科连续四个季度拿下全球手机晶片冠军 但还是不能松懈 除了现有的最高规格 据传对手高通已经在筹备新一代的旗舰级处理器 使用三星4nm制程 最快今年底发表明年上市 预计将会再掀起一波手机晶片龙头大战 股价反映未来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重要的这些公司跟产业 白洛哥你怎么看像是联点 那联电当然这个先进制程 这部分他没有做 他做这个成熟制程 又有涨价的这个威力 但是他都说联电到底可以还好几年了 还有几年的好光景了 你怎么看 这张图就是代表 20到40成熟制程 跟10nm以下的先进制程 之间的应用的市场范围 那么我们这里累了七大项 那我信号越多代表 它的应用量就越大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20到40nm 事实上在自动化 智慧工厂 在智慧型手机 在智慧家庭 跟电动车的用量还很大 我们不要看一部电动车 好像很先进 事实上大部分 用20几nm的制程 就可以完成的 那这是将来的应用面 那我要在这里讲一下 就是说 所以其实晨州制程 可以做的事情还蛮多的 是的 那联电其实28nm 我们都晓得 其实台积电也把28nm 25nm 这个20nm往下做得更好 就是你买同样的同级设备 但是你可以往下精进 所以联电这方面还在努力 它虽然现在是用28成熟的制程 它往下还在精进 另外一个趋势就是 事实上联电它也有做 我们叫做微小沿线 事实上金颜代工这个领域 有三大方向在发展 如何把微小的沿线做出来 我那个商机很大 毛利也很高 那联电我知道在外面也下过功夫 所以你觉得联电 未来十年还是应该是看好的 未来十年 红色供应链 这个成熟制程的压力不担心 不不担心 好这么看 联发科呢 我们刚刚联发科这个未来展望也很好 你怎么看 1678元你觉得会到吗 这个数字我就不评论 但是联发科自从那个蔡立行 执行长进去以后 我知道他做了两件事情 他把台积电 那个服务单一客户的那个精神 就把研发生产业务整个集合起来服务单一客户 这样的一个制度带到联发科 经过了这几年 已经做了越来越成熟 我跟内部的主管讨论 他们觉得这方面跟以前是作风是不一样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蔡立行把它导向于高端的产品的开发 那也有成效 但是我必须讲联发科往下要去挑战 前世界最大的IC Design House高通的话 可能还有一大段的门槛 这个门槛很难 不是在技术的问题而已 而是我们知道高通最厉害的就是它的IP 它在专利里面的pool 它在开发它的工厂的时候 就已经把所有可能的这个专利的地图都占满了 然后它靠这方面去收钱力金也好 或是攻取对方这些IC设计公司也好 这是它最强的地方 那因为它已经布局那么多年 所以你联发科一下子要进去高端的 这个IC Design的这个领域要跟它抢 坦白讲是不太容易 所以你觉得还是不容易在这方面跟高通这个竞争 还要几年的努力 好 所以如果问直接一点 联发科我们看外资报告也是很看好 一千块以下的联发科 你会考虑投资吗 抱歉 因为我很少在进出股票 所以这方面我就不以评论 谢谢 但你是看好的 我看好看好看好 这个趋势是看好 那台积电呢 台积电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张董也特别 跟这个Intel这边的CEO 其实之前已经来往好几次了 他说其实美国要在地化州的半途敌业是很困难的 你怎么看台积电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你最看好的地方是什么 是的 昨天张中某先生的演讲 虽然给大家感觉是在挑战 那个Intel现任执行长基辛格 但事实上他也讲了一段赞美他的话 因为基辛格在VMWire 担任职务的时候去拜访 Morris然后做简报 给Morris一个印象很好 这个人整个presentation的功夫非常好 我们就讲回来基辛格二月份上任以后 就讲了一堆话 要美国政府怎么样怎么样 甚至于应用政治力来干涉台积电 但是坦白讲 形势已经没有办法让Intel继续维持 他在今年这个制造产业的优势 为什么呢 我举一个例来讲 像我一个朋友五年半前 他的儿子进去美国的Intel 同时进去有十几个人 结果五年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留在Intel 然后几个月前他跟我讲 他儿子的主管也被台积电挖到 Orizona的厂去 这个代表什么 从这个微小的一个事件来看 整个Intel在今年制造的人才 已经大量流失 都缺乏那种 我们知道台积电最强的地方 最核心的地方是在 他拥有一万多个人的 十五年以上的资深工程师 从资深到主任局到这个经理 就是经理工程师等等 一直上去一万多人 这个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没有一家竞争厂商 包括三宋 中国大陆根本不用讲了 没有这么资深的一大群队伍 这是我们台积电今天能够拥有 张宗某先生昨天也讲到这一点 就是台湾的工程师是很重要的力量 这个图表就是展现说 不管是台积电也好 联电也好 或者是联化客也好 我们知道联化客是做上游的 Design House 然后联电跟台积电受精人制造 你看从这几个领域来看 未来到2024年 这个整个人的应用有这么大 像3C电子需要286亿颗的晶片 工业航台也要一百多万颗 然后有线无线通信跟车用电子 车用电子现在看起来是 还在刚刚初级的成长中 如果到了2030年 也就是差不多八九年后 他可能就卖向100亿颗的 这样的一个水准 会取代目前的一些通信的晶片 所以我们从这个量来看 不管是先进制程也好 成熟制程也好 这几家厂商未来都无可限量 OK 好 所以今天百六哥是一片看好了 我们刚刚讲这几档股票 都觉得非常好 好 我们现在请这未来我们一起来看 因为这个目前其实投资人 我知道现在的心情 真的好不容易重新回到多头的格局 很希望赶快有一些反应 有一些斩获 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 辛小琪概念 那在介绍之前 今天为了要带来哪一首歌 台股KTV点歌时间 Cue到辛小琪一定会想到这一首代表作 这也代表现在可能很多台股散户的心声 啊 多么痛的领悟 你曾使我的全部 只是我挥手来世路的每一步 都走得好孤独 啊 多么痛的领悟 你曾使我的全部 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 爱的束缚 仍以追逐 别再为股票受苦 是不是 被分析是单无的歌手之一之二 有你跟永会唱 扣掉忘词的部分 所以今天我们万七唱这个感觉好一点 如果在之前唱的时候真的会哭 真的真的 幸好现在领悟还OK啦 不过因为最近其实小型谷当家嘛 那所谓的新小棋其实就是最近盘面的主流股 那什么叫做新小棋又什么叫做呢 真正的新小棋 那还有假的分身 今天要讲清楚 我们不能过白白受苦 已经受过苦了 今天要把钱赠回来 好 其实盘面的亮点 我们建议去找寻这个新指的是 公司如果这时候告诉你 我明年我后年有新订单 我推出了新产品 而且我还扩大了新产能 那不就代表将来这个营收跟EPS数字 可能都有上修空间 小呢 股本小 筹码轻盈 毕竟现在大盘呢 成交量只有高峰的时候 大概一半不到嘛 所以小型股比较容易先脱颖而出 其实呢 现在第四季准备要迎接都是 展望明年以后 有想象空间的 有爆发力的新兴产业 它不太容易再会去涨 今年前三季已经大涨过 反应过利多的个股 而且在这个产业里面 最好公司呢 它去占据了重要关键地位 OK 听起来不错 但是真的假的 假的我们就要小心 因为常常一个族群 会概念股推出来之后呢 慢慢后面就有第二家 第三家开始告诉你 我们也有这个题材 那很多公司最喜欢讲什么 目前已经在送样认证中了 或者说已经准备切入 准备是要准备一年还是十年 没人知道 未来很看好 未来到底是多久 对 那要小心就是说 当没有业绩数据实际上可以看得到的时候 你当然还可以说 有梦最美 这个半醉半清醒 可是呢 通常这种所谓的一个假的新小旗鼓 当然你要小心就是 营收公布跟财报的时候就要见真章 那再来就是说 法人当然呢 所以这段时间还可以乱一下 稍微半醉半清醒 那还有就是说法人 当然他们也在找明年趋势展望向上的个股 可是有一些个股呢可能在业绩上面呢 可能把这个梦划得很大 但是呢 法人完全就是人眼相看 那这种代表可能他们知道说 公司没有真正实质竞争力 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呢 配合技术面来看啦 这个短线只要拉高之后爆量的 那当然就代表 有人开始逢高出货 对 所以其实在目前 要注意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什么叫做真正的新小旗鼓 那第一档个股 6143政要 这个是全球呢 主要做电子书组装厂 那其实呢 现在电子书的商机很大了 因为呢 以前是黑白 现在开始呢 进入到彩色电子书 所以它更适合呢 长时间阅读 这换机槽启动之后呢 预估未来 一年市场需求量 大概上看六千万台 那如果以台币目前来看呢 一台的出厂价 大概是在六千元以上 那这个价格 其实就比黑白电子书呢 增加大概有三成以上 如果以政要来说 现在全世界欧美各品牌 电子书 主要的几乎都是他的客户 那一年大概可以出货 到两百万台 假如我们先用了 里面一百万台的彩色 电子书的比重来看的话 那刚才讲嘛 一台六千元 那你一百万台的话 大概可以贡献营收六十亿元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 大概就相当于 他现在年营收翻一倍成长 而且产品的单价提高之后 当然毛利也会往上 所以代表将来获利成长动能 可能会比营收更强 那所以你看技术面来讲的话呢 这里已经进入到 中期打理阶段了 几乎所有均线靠拢在一起 那等到技线呢 再开始翻扬之后 应该代表 他下一波的中多行情就会启动 而且配合呢 技术指标 这MACD目前柱状体 也开始正式的翻证了 所以你觉得这个目前 还算是个比较安全的位阶吗 对因为其实电子纸电子书相关公司 比如说从上游 里面电子纸驱动IC 那金鸿这个月就涨了三成 创历史新高 那元太座电子纸 也涨了两成 那现在就可能来看下游的组装厂 接下来会不会呢 突破整理区间 那第二个趋势产业 这个是跟两岸的近视人口有关 那其实呢 亨太光主要就是呢 做这所谓的一个近视的控制的晶片 那简单讲就是所谓的一个角膜塑形镜片 就你在晚上戴 矫正镜片 对你晚上戴 那白天拿下来 那可以呢 就是说减轻呢 这个视力恶化的程度 甚至可以呢 如果是轻微近视 它是能够达到一些呢 修正的作用 那这个商机来讲的话呢 主要是在中国大陆 因为亨太光在台湾的市占率是七成 这部分已经大概算是稳定 有业绩的基本盘 可是成长快的部分 是在中国大陆市场 尤其2018年的时候 中国政策还颁布了关于这个 所谓的近视控制 就是防止学童的视力呢 持续的恶化 那目前来看呢 在这个产业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寡占的 因为中国总共只有发了十张证照 那这个十张证照呢 只有给九家公司 其中呢亨太光一家公司 就拿了两张产品证 那而且跟大陆的浩海申科 它是第一大的人工水晶体公司 结盟之后呢 切入公立医院的通路 而且呢这个订单 他其实是有签保证合约的 以二零一二 二零二一年今年来看呢 是三万片 明年七万片翻倍 然后再到十万片 然后再翻倍到二十万片 那你可以看到下面 其实外资连续买超 如果去查一下 发现原来背后的这个分点 是卖隔离证券 一路都在买 卖隔离买这个 对 那这个看起来是有些题材 不过他的量很少 对 所以其实大家追究 但量缩 量缩的时候代表他在打底 你可以看到 最近他就在这边有横向主体的一个迹象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要做切入的话 我认为应该还是要看到 就是说 整个均量明显放大之后 他才会开始启动 涨势 所以这种股票 先观察不用急着切入 观察一下 对 那再来我们看到第三档的 这个是二四七六巨翔 那他是金属冲压界的小巨人 这个就是他核心技术 那第二代接班之后呢 就转型跨入到手机跟车用 其中手机的部分 是跟大力光独家合作 就提供所谓的 音圈马达VCM的金属外壳 那今年来讲的话 iPhone 13 Pro 他其实只有出一款 而且是只有主镜头 那明年来讲的话呢 包含前镜头 还有甚至可能明年 iPhone 14会有更多款 都会采用了这所谓的 这个目前新的VCM的解决方案 那再来就是在车载镜头的部分呢 现在有四颗已经通过客户认证 那后续预计还有六到八颗会通过认证 所以明年车用部分他成长性也相当高 这到5G的节目有介绍过 那今天带亮红K要怎么看 基本上这就算是一个突破了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来讲的话 就是他前坡的一个颈线的位置 正式的在今天就是出量突破 那后续来讲可能突破之后 会稍微回撤这个颈线位置 如果量缩回撤 这通常就是属于一个拉回 可以找买点的机会 OK 大家这个参考一下 另外来看不一样的新小期 这个就是我们要讲比较小心 就是跟题材沾个边跟风的 现在是要小心的 常员科最近在涨什么 因为最近排面很流行 关于电池或电池材料 但是主要指的都是 打入到电动车那一块 缺货涨价的 那常员科其实也跟电池材料有关 可是其实第一个 他规模不够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其实连续几年都亏损 到今年上半年 其实EPS还是负的 那第二个来说 其实他也没有真正 跟所谓的一个车用有关 所以其实这边来讲 算是有点跟上可能 康普美奇这些相关个股 那当然你没有实质获利 那所以其实法人也不会进来买 而且你看一往上冲高 为什么他的量是几乎 这不是温和稳定方式 放大了可能几十倍 就代表说其实里面都是 打带跑跑短线的 OK短线爆量 你刚刚说要小心的 对那另外一种 像这个171永光 那这个当然来说 他本质上面本业 化工部分还算稳定 可是目前也是呢 就是可能有一些 比较属于新的题材 是可能打进了一些电子厂商 不过目前看起来 也都还没有很明显的实质贡献 因为你可以看到上半年 EPS也不是特别突出0.53元 本比相对也是比较高 那其实到第三季来看 营收呢还是呈现有点 下滑的一个情况出现 所以其实业绩上面呢 似乎还没有让股价真正有很强大的动能 能够一路往上推 可是呢这两次推上去之后 这边爆一次量 这边又爆一次量 那还是这个观念 如果爆量 那表示说一定是市场上 他可能不是在看长线 而是在短线有冲高就要调节 那这里如果说颈线的位置 就要特别观察 大概这个地方低点附近 因为呢这里看起来 当然他疑似有点好像双尊头 就M头的一个疑虑 那当然如果能够维持区间整理 那可能还是可以上下来回操作 但是如果一旦是出量 破颈线 当然就要比较小心了 ok 要注意一下 这一档我们怎么解读 最近一个走势蛮名利的 对 昨天才跟大家聊到 投信作帐再加上 嘎空的双题材 法说会过后呢 果然马上今天又喷上涨停了 而且就把昨天这一根黑K 完全收复回来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 当然这种股票 大家第一眼看过去一定是说 他比比很高 第二就是说他涨幅很高了 但是其实现在这种双高股 真的有点当道 那重点就是说 因为他昨天法说会内容 比投信比法人预期还更好 他不但公布就是说 第三季的毛利率 营业利率是获利指标 双利双征 而且他还上修展望 那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 因为表示说 我不是只有好到第三季 或今年底 是明年上半年 都一路看到能见度都非常好 所以其实这一波来讲 投信持股比已经超过19% 他是盘面当中所有个股 投信的最爱 因为持股比是第一打的 ok 那也就是说 所以你说上去 你觉得还有空间哦 我觉得到这里 我们不用去为他的长线去画梦 说目标在到哪 但是至少短线顺势而为 是比较好的策略 第一个至少你如果真的担心风险 你不要去逆向放空 第二个来说 如果要切入就是以短打为策略 投信没买之前回撤五日军线 应该是站在买方为思考 我们这个知道现在是半导体 其实是国家竞赛 美国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要扶持自己的半导体产业 那今天我们看到张董已经明显点出来 美国的半导体在地化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想问一下大家认不认同张忠谋董事长的话 Yes or no 一致通过毫无悬念 没错 我们教父讲的就是对的 志同哥你怎么看 我觉得主要是成本的问题 因为包括说像台积电自己也讲 他这次去美国设厂的成本 比他原本想象都还要更高 那你如果没有具有竞争力的 这个成本那么高的话 你怎么如何在地化 我觉得那只是某些部分 国安考量可以在美国生产 但大部分的商用化产品 可能很难在美国在地化 最近对于投资方来说 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疑虑 为什么Intel会股价一口气下跌9% 第一个他的策略是错的 他目前没有专心在他的先进制程 他花了很多钱 要去做22到28奈米的成熟制程 但成熟制程明年产量就会拉上来 这时候去做好或不好 大家心知肚明 第二件事情 Intel现在短视尽力 他现在就是一直在抢 美国政府的补贴 但长线来说 对台积电他就讲一句话 我要求的是竞争力 我们要求的是人才 我们希望不要做低价的产品 但目前我认为 季辛格他过去 在那边服务三十年被赶走 就是因为他脾气比较不好 这一次重新回来 但我认为从二月到现在 我没有看到他踩在正确的一个步骤上面 所以股价一直跌就不意外了 你是对人投票人就是不行 对 其实两位讲的我都赞成 加一加一 对 我觉得Intel现在他的CEO 季辛格跟前几任不同的地方 他是技术背景出身 其实大家都看得好 因为像Intel 像台积电 像联华科这一类的 这个半号里公司 他必须是掌门的CEO 必须要技术出身 张宗某先生昨天演讲也讲得很清楚 你如果不是技术出身 你没有办法抓住那个趋势的话 公司很可能会衰退 但问题是 季辛格进来的时机太慢了 过去Intel已经流失了 停滞了十年 人才流失资金投入不对 等等等等 所以譬如说 他现在在美国要争取 投资两个厂几百亿美金 有用吗 没有用 好 我这里不禁要提一个问题 就是说 大家说你在美国人才流失 那台积电去Horizana厂 不是也没有人才吗 我不晓得各位专家看了怎么样 那事实上 如果我的理解是 台积电现在内部已经 已经有在做了 他第一个要自动化 你知道那个台积电制程 那个七奈米 他的制程快一千道的工序 每一个工序都有 很微小的主抗变化 那个没有十几年以上的 工程师群来做 没有办法解决 这一群人将来是支援 台积电在美Horizana厂的一个对象 一百个两百个去 第二个把这么多的人的经验 把他变成一个big data 人工智慧 这是台积电现在加紧努力的 但是再怎么自动化 还是有五%八%必须在地 那就用支援部队去解决 然后他同时当然也会培养当地的人才 但是人才也可以用 也要等个八年十年吧 所以这个部分是要应付美国政府的需求 应付当地州政府的需求 还是会培养人才 所以是从这几方面来分析 我们台电是这么专心做金元代工这么久 兵千日就是在等这个时候 英特尔要追南 师兄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我们来看张忠谋 董事长讲话其实越讲越直白 这家伙五年前就不客气了 现在也很不客气 那我们台电现在越来越重要 我们讲台电新机电 日记电美机电都有 所以你美国要半导体在地很难成功 那在数十条经营策略中 他说唯一不做的是低价策略 没错 事实上昨天晚上的张忠谋董事长 他讲基辛可有一个地方讲的不对 他说他大学没有念完 事实上他不是没有念完 他是大学念完之后 他没有念完他就进到英特尔 然后英特尔他把硕士 学士跟硕士都念完 所以他其实是有念完的 但是张忠谋董事长可能 昨天讲话讲的比较快 他说他没有念完大学 很多老板都是没念完大学 但是其实基辛可 我们必须讲 他其实是个厉害的人物 他早年在这个英特尔里面 他是神统 因为他在英特尔的时代里面 他当时的老师是安迪·葛洛夫 安迪·葛洛夫出了一本书 叫《为这个偏执狂得胜》 所以他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他跟安迪·葛洛夫非常像 所以他是个技术含量非常深的一个人 那后来他又跟这个 当时英特尔的三巨头 摩尔或诺伊 他们都有教 都是他的老师 所以他可以说是集 三大英特尔的这个创办人 余一生的一个人物 所以他其实是 他真的是很厉害的 所以当中我董事长才说 他的确是个技术人才嘛 那包括说像这个 我们最近在用的什么USB 或是很多英特尔的技术 其实他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只是说他08年离开之后 他就有点跟英特尔断了这个联系 所以他可能脑中还停留在 08年当时的英特尔 08年当时的英特尔 的确啊 他是世界第一啊 他技术那么领先 那在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的话 因为过去的英特尔 如果你仔细要讲的话 台积电会有今天的话 英特尔也是下了第一笔单给台积电 所以他某种程度来说 他当然一直认为说 台积电你应该是不如我的 但是现在摆在他眼前是 显然不是这样嘛 所以他今年就一直在讲 台积电怎样怎样怎样 那当然啦 张中某董事长 好不容易抓到这个 他又很酸他一顿啊 因为他五年前见过面的时候 对他是的确是 这个有点嗜财奥物的这个感觉啦 不过无论如何来说 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小看 基辛格的实力 我觉得假以实力来说 他还是可以 应该可以把英特尔 带到某一个程度 但是他威胁台积电 的确是有点难 好那我们讲 除了这个张中某董事长的花絮之外 今天大家在讲的就是这个嘛 没有想到魏董事宠妻魔怨 对没错 魏泽家董事长居然伸让了1000张 那为什么这个时间伸让 因为主要过去 如果大家伸让的时候都是 如果你要节税了 或者怎样都是在五月 那时候伸让 可是你不是嘛 你不是在五月 你这时候伸让 表示你就是为了要给老婆 真的爱 对真的爱 是真爱啊 他赠给老婆牛庆荣嘛 1000张 如果1000张以现在 今天的收盘家约莫是6亿新台币左右 那我们讲 事实上魏泽家董事长 他跟这个刘德英就不太一样 刘德英董事长给他感觉比较严肃 但其实魏泽家董事长是笑面虎 所以你要说他是霸气短 不是 他其实是叫做撒娇总裁 为什么他很会撒娇 对 其实他有点沉入来说 他在这个科技圈 大家比较严肃 但是他扮演的角色是那种 所谓开心果的角色 所以他 你要说他果断 决断很果断 但是他厉害 他在台积电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总裁位置 主要是因为他在看产品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做的3D感测 这其实他是看出来了 很多台积电的周边的这些产品 不是先进制程的周边产品 其实他某些程度 他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相信他开心果 他老婆今晚在做梦都会笑 对你看他多会这样 而且那为什么我说他开心果呢 有一次这个张忠宝在开会的时候 就检讨说 你的魏泽家 你最近的这个表演不是很好 你到底怎么回事 大家在这个知意他 结果他怎么说 他说董事长 你可以质疑我的聪明才智 但是你不可以质疑我对台积电的忠诚心 你看用这样讲 然后结果张忠宝当时也不知道该讲什么 他就突然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 所以我才说为什么他叫撒娇总裁 就是他的EQ非常高 那这一次证明 送给这个老婆1000张的这个股票 我们要说安泰座 他真的把泰座安得非常好 从投资角度来看我们常说 我们常去哪里买东西 想办法变成他的股东 跟他一起赚 但怪怪我们是一天到晚去全联 为什么全联就是不上市 先来谈全联为什么不上市 因为全联董事长李敏雄说 他不喜欢杠杆操作 为什么呢 一个一个来跟各位说 李敏雄董事长是非常有故事的 先来谈台北商专毕业 所以他的算盘跟租算打得极好 但是李敏雄董事长 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是当他的员工其实相对幸福 谈几件事情 很多人都看李敏雄董事长就说 这就是全联的老板 各位不只是全联的老板 他还是银行家 而且他还有拥有台湾建最多 最棒的豪宅的园力建设 先来跟各位谈园力建设 园力建设目前当家的叫吴立锦 进去这个公司25年 都没换公司 25年了一辈子都没换 那为什么没换呢 因为李敏雄董事长就跟他说 福利好不好一回事 各位听了看这段故事 看敢不敢人 别的销售头 房地产的销售头 是冲锋陷阵的 远雄的销售头 我访问过 吴立锦我个人对他有认识 他们说 李敏雄跟他说 我不缺钱 房子一间一间的卖 慢慢的卖 我们顾好品质 顾好我们的客户 这个最重要 然后李敏雄跟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我今天卖一间几亿的豪宅 跟卖一条五块钱的香蕉 我都要卖最好的 你看你遇到这种老板 然后华泰银行的经理 我认识好几个 每个人都说 好家在我在华泰上班 在一般的银行上班 又是信用卡又是基金 每天业绩推不完 华泰银行相对来说 比较轻省 比较轻省 但各位他这样慢慢做 也是点点吃沙瓦 那很多人会说 他们的整个工作的一个 母旗舰在哪边 其实先跟各位说 李敏雄董事长他做什么生意 他真的是天生就带财 做什么赚什么 最近这几年的一个大案 很多人都知道 信义联寝 国发会 然后在整个所谓的一品院 全部都他的 所以他专门在推豪宅 那很多人会说 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有办法推豪宅呢 各位这个就叫做 鱼帮水 水帮鱼 我们现在跟各位谈所谓的全联 全联 他讲得很保守 就说各位放心 我只赚2% 就是一直赚一下 庆宜 我们有在跑江湖的 我都知道 做通路业没有10% 15% 没有人要做的 但各位 美国就在这个所谓的 恐怖的一个地方 我们先来看 他说他们目前一年 做1600亿的一个业绩 目前有1100家的店 可是我仔细算一算 各位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现金水位 他们我们一家店 各位去想 全联一家店 里面是十几个员工 里面人这样来来去去 从早上进去 捕货到中间人进去买东西 简简单单的妈妈进去 少买一点几百块 多买一点的 拿点蔬菜 拿个肉类 拿个牛奶 冻着1000 2000 一家店我们一天算50万的业绩 各位 他三个月结一次账 你三个月结一次账 单单全年手上接近500亿的现金 然后我们如果一个月结一次账 他有150亿的一个现金 所以市场上都有一个传言 这个传言是什么 要台湾 要钓现金 穿上当的 那为什么呢 林敏雄 据传他们集团里面 自己的金库 随时都有100亿以上的现金 就放在那边 就放在那边 那很多人会说 为什么不放银行呢 很简单 早上就放去银行了 他自己有银行啊 他自己就有银行 就来不及放是不是一直钱一直进来 对 因为他钱就是一直进来 各位去想 他那个现金流就是一直滚 一直滚 一直滚 然后现金全年银行滚进来 然后滚进来的过程当中 后面这个就重要了 很多人就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上市 人家林敏雄董事长就跟你说 说什么呢 第一个我不上市 我就不缺现金 我为什么要上市呢 第二个他就跟他的员工说 也跟他的儿子说 但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台湾很多上市上位公司 都会银额走险 最近我们常常看到 很多公司老板口袋钱多 就做一件事情 最近台湾居然出现了一个名词 叫巨型韭菜 静怡你知道什么叫巨型韭菜吗 巨型韭菜 巨型韭菜 什么叫巨型韭菜 当韭菜也很可怜还巨型 因为好多上市公司的老板 都去买航运股 都赔了一屁股 最近都在停损 这个叫巨型韭菜 可是林敏雄董事长 如果在他们这个集团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他第一个他现金多 第二个他保守 第二个他不会急 重点是他不赌命 这个非常重要 你的老板不赌命 你的员工也不需要赌命 所以你们就可以稳扎稳打 去把最好的一个员工 最好的一个方向给找出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里面有很多非常特别的点 我们现在看第一个 很多人都说 周杰伦叫做豪宅收集者 可是周杰伦的豪宅很怪 他专门在买原历建设 包括了和平大院他买下来 周杰伦他那个房子 是让家流口水的 他们家可以在自己家里面 盪鞦韆 就知道那个顶楼 和平大院的上面那几层 都是周杰伦买的 然后买完之后 他觉得他们家的豪宅真的赞 所以最近又买新一年勤 那新一年勤到底是投资 还是会去住 这个不知道 但是我们有时候想一想 一样是男人 人比人 气死人 为什么 周杰伦一个月缴管理费的钱 居然比一般很多男人 一个月的薪水还要更高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气人 然后我们再来看 最近他们又把新的一个触角 转到新的一个地方去了 我们可以看 这个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玉女红星 那现在呢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 妈妈的一个代表 他跟你说什么呢 他说我在最忙的一个时间点 我就会到全年去买一杯咖啡 可是各位 这一杯咖啡可是一个梦 这个梦是什么梦 这个是全年的电子支付 那未来呢 全年他要去做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架构 台湾现在的电子支付 开始在萌芽当中 全年他有最多的产品 他有豪宅 他有银行 他自己要做的 就是未来的电子支付 你把它给整并起来 他口袋又有 源源不绝的现金 未来我们的生活 都跟全年会离不开啊 肥美柳叶鱼下油锅 立刻包裹上金黄外衣 是不少民众必点必吃 不过这个好滋味 前阵子严肃鸡店不卖了 就是因为价格飙涨 hold不住 章鱼脚串 这个东西也因为 它的食材的部分的短缺 然后又食材的涨价 所以我们本来是停产的 为了因应涨价涨不停 严肃鸡业者冰箱里 冷藏食材如蔬菜等 只能每天叫货 但冷冻的像是进口海鲜类 就一口气先预留三个月份量 来抵抗涨价 这个货柜是给我们的预留 这个预留里面 他们是不能在涨价的空间 这样我们的成本才不会提高 像玉米笋原本一盒18元 涨到最高35元 而四季豆从一公斤 100元涨到216元 青椒也涨了一倍 而主角肌肉从一公斤110元 现在也要135元 老板感叹光是食材成本 就占了营业额的43% 原则上是希望长得越少越好 但是5%到10% 基本上是跑不掉的 因为食材成本上涨的幅度 就不止这个程度 连锁岩肃基酿酱价 已有小店早就撑不住 業者发文雞排 雞翅、严苏、猪、舞花、月亮虾、 添妇、罗瑟、五项商品 先下价 而小香肠炸豆包则涨了五元 所以我觉得涨价是正常 现在大部分平均是65块一包 那我觉得涨到75可能会太贵 所以大概涨5块就好了 70 75是还可以的范围 80就不太行 另外像是有知名连锁鸡排店 表示在6月已经涨价过 这回不调涨 另一家业者则是致行吸收成本 部分业者酝酿涨价 就怕消费者压力越来越大 前进新世界Money大自由 我们要继续带您前进是钢铁 狂人热潮的世界 马上介绍我们现阶段现场 再加入两位来宾 一位是财经专家朱老师欢迎 大家好 我们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 宇绍哥欢迎 亲好打碗 我们先来看一下 最近这个当然进入市场 讨论最热烈就是 到底通膨怪兽会有多严重 来看看这几大巨头的看法 就是不太一样 这一位呢 是这个推特的创办人 Jack Dorsey 他说什么 他说恶性通膨最新发言 他说恶性通膨将会改变一切 而且他ING就在发生当中 恶性通膨其实非常的可怕 这恶性通膨会把我们所有的努力 我们的就业 我们的这个薪水都会吃掉 那这时候谁来这个附和一把呢 就是他Elon Musk 就说长期我不知道 下面给他推文 附和说但是短期之内 我们确实看到强大的通膨压力 他是认同这个Dorsey的这个想法 不过有一个不认同是谁呢 女股神Catherine Wood 方舟投资创办人 我们介绍过他这个绩效非常之好 他说通膨现在看起来有点严重 但是终将被化解 那么他讲到几个乱调 包括说现在因为新科技的发明 很多这个AI 会让很多很多的生产的成本 是大幅的降低 而且降低可能50%以上 所以成本降低 不会有成本推升这个通膨 那么也说呢 现在包括这个周期性的一些因素 那么之前是因为大家都很担心 这个COVID-19 很多东西订不到嘛 一直拉货 然后一直在补库存 所以这个订单猛下猛下猛下 看起来很缺 所以东西就会上涨 但是他说接下来不会哦 慢慢这个趋势 就会趋缓了周期性的因素 通膨不会像现在这两年 大家感受到了这么严重 所以有点这个男女大辩论 脱空大辩论 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现场来宾 你认不认为 接下来真的就会有通膨怪兽 严重的通膨发生 yes or no 圈或差 请取牌 3比1 只有施松哥觉得 没有 我们先来听会觉得会的好不好 周老师 那这本来就现在进行事 可是说要到变成恶性通膨 我觉得那就言过其实 因为你目前来说 以美国来说嘛 你现在通膨CPI 5% 5%它已经是30年来最严重 就是现在进行事嘛 那你就以台湾来说 现在我们的物价指数也2.6%多了 而且如果你算民生物价的话 那其实更高 那更重要的是大家如果看另外一个 可是美国最新那个耶伦也说 明年应该下半年就化解了 问题是现在距离明年下半年 还半年多了 你说现在就很严重 那你这段时间你怎么办 而且再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大家比较忽略的 厂商的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 其实几乎所有国家都超过10% 包含台湾在内 那为什么跟消费者物价指数 有这么大落差 那厂商怎么办 厂商的成本其实明明很高了 其实相当程度是被各国政府压住 那刚刚这个一样 明宽 Yes 我最近有发现一件事情 像我们像一个大男生在台北跑 过去买一个便当 就是因为我们工作时间很长 我可能就是中午吃一顿 要拖到晚上的九点十点 因为我们可能会录到 录影录到九点十点才会结束 过去买个便当 大男人吃到饱 大概一百二一百三一百四 我今天中午真的吓到了 就在内湖吃一个便当两百块 而且跟各位说菜是一样的 是因为你食欲变好了吧 吃多了 没有没有 菜是一样的 然后后来我就问老板 他说 有钱你只割一顿 结果那个人就要跟我说什么 你知道吗 那老板就要跟我说 邱老师你戴口罩我认得你 你知道现在菜多贵吗 我说菜多贵 他说现在菜一斤 最便宜的四五十块 贵的七八十块 我说那什么因素呢 冬天的因素还是怎么样 他说没有什么都在涨 连我们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所以呢连自租餐店都有感 网品都在涨 这一波叫输入型的通膨 输入型的通膨就是万物起涨 所以我对这一波的通膨 我个人是比较悲观 这么多理由 士通哥你没有担心 我觉得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我觉得为什么呢 因为通膨比通缩还好 适当的通膨对股市是非常好 适当是好的 怕恶性通膨 但是我觉得不至于到恶性通膨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现在主要 这次通膨原因是原物料的关系 那原物料来说 其实从供给面多着手 我觉得现在拜登已经下令了 要开始测查测清所谓的这个货柜 都要给我清清干净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改善供应链的这个状况之下 应该可以对整个 这个所谓通膨会有疏解 那我觉得反而比较担心的是 工资带来的通膨 因为我们要全世界的工资 都在上涨之中 这个通膨会比较恐怖 但是这个通膨反而会带来 是股市会上涨 所以你看虽然大家都说通膨 新资上涨你消费力如果增加的话 东西多一点还可以接受 所以我觉得这个通膨 你只要不要说到了七 七趴八趴以上 五六趴左右那个数字 我觉得目前全世界股市都能够接受 好 所以Elon Musk耳朵很痒 因为连这个联合国的粮食署 署长都点名 他说现在全世界饥荒 只要你 你就是你两趴的钱出来 就可以救全世界了 先说全世界粮食署 不是只有点名马斯克 贝佐斯也有点名 为什么呢 等下来跟各位说 这两个哥良好 昨天都上榜了 吝啬还很好 两个都是小气鬼 然后两个人 刚好又是第一名跟第二名 谈论到马斯克 不得不佩服他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场在场有三个属猪的人 马斯克属猪 本人也属猪 宇嫂老师也属猪 但各位我们的身价差 他是差一大截 但马斯克 我从大概十几年前观察他 他其实有非常严重的 扎眼睛跟耸肩的习惯 他就一边说话一边耸肩 典型的亚斯伯格 但这个男人很恐怖 先来说他多恐怖 他14岁才从南非到美国去 然后庆宜你知道吗 他到19岁 他的口袋里面就有100亿的台币 100亿台币19岁 对 我们目前的电子支付 叫做Payable Payable的前身就是 他跟他弟弟发明的 那发明完之后呢 为什么后面马斯克 会对事情很坚持呢 因为那时候他口袋100亿的台币 他发现他被坑了 为什么被坑了呢 那时候有一家美国的公司 叫康伯 康伯就说 你这个电子支付 这个想法很好 我把你买下来 然后他就说你要买多少 买3亿 7千万美金 所以大概台币100亿左右 那100亿买下去之后呢 这家康伯公司多可恶 你知道吗 过两年 把他卖给一倍 卖15亿美金 整整又涨了快四倍 所以他那时候就知道 很多事情要坚持 很多事情要坚持到底 那最近呢 联合国农粮署的署长 他叫做毕斯利 他就有说啊 他就说 各位你们知道吗 目前阿富汗有2280万人 人口有一半都在饥饿当中 目前全世界有320万名的儿童 都没有饭吃 但是你们现在呢 这很简单的 多简单呢 你们只要捐出你资产的2亿 2%各位2% 60亿美金就可以让4200万人来脱离饥荒 好不好 非常好对不对 但他会不会捐呢 我认为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让他听进去了 他有可能会捐 但我说 马斯克他恐怖是恐怖在哪边呢 今年年初我个人做了一个议题 这个叫六兆占六兆 首富不重要 谁上火星 谁是真男人 那个时候六兆 庆宜你知道吗 今年3月做的节目 到现在10月 11月还没到人家现在八兆了 那马斯克现在红红到什么地步 你知道吗 居然好多中国业者 都来跟他做 一堆马斯克相关公司企业 这个叫做Logo蟑螂 这个叫商标蟑螂 那中国就专门在出这个 结果他什么东西 就去把那个马斯克来做注册 包括什么呢 包括什么衣服 鞋子 皮革 皮具 教育具等等的 通通都在做 但马斯克你不得不说一点 跟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全世界车通通做不出来 为什么他的车可以卖得下下脚 你知道原因在哪边吗 马斯克他有一个所谓的 科学家跟工程师的坚持 这种工程师的坚持就是 只要能自己做的 我尽量自己做 所以马斯克他怎么做呢 马斯克他不像全世界各大厂商 就是说 全世界的各大厂商 像今天BMW的执行长就哀哀叫 就说我们很想做车啊 可是我们就没有晶片啊 我们太依赖亚洲了 我们做不出来 马斯克他怎么弄呢 马斯克他现在就是晶片能做的 他自己做 然后晶片他把很多的共同规格 全部做出来之后 上面一个一个做改良 所以真的出现了一件事情 马斯克最近三地接结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 他真的是有过人的执行力跟坚持力 对 没错 这个是美洲区 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市战 这个是中国区跟欧洲区 目前市场的一个市战 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马斯克特斯拉他一个人在前面跑 对不对 中国区最强的三家的电动车公司 加起来的市战 不到马斯克的三分之一 同样的道理 马斯克现在是一个人打欧洲全部场 什么叫打欧洲全部场呢 目前欧洲做电动车最大的 先说普及大又普及的 包括了福斯 包括了雷诺 包括了BNW系列 他一个人也脚踩三家公司 所以你说他有钱 各位应该的啊 真的是有钱是应该的啊 但马斯克让人家觉得 最恐怖的地方是在哪边呢 马斯克最恐怖的地方是在于 马斯克他一切一切的一个发想 其实就在一个地方 我们台湾有一个广告 你一定听过 叫做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马斯克真的就是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希望Solar City Solar City做太阳能 他就是希望地球少用电嘛 那他希望能够到太空去 他做Spec S 他也成功了 他希望地球的污染可以变少 做特斯拉各位 他也成功哦 而且我觉得很厉害 我觉得他是九命怪貌 他步到人生很谷底的时候 一般人可能撐不住了 他就是有办法翻身 对 人有所谓的三衰六旺 马斯克在倒霉的时候 多倒霉你知道吗 没钱 银行来吹哦 银行来整的吹他还钱哦 连老婆都来乱他哦 那个时候他曾经说过 2008年他曾经绝望绝望到去找库克 跟库克说 不然我的特斯拉卖给你好了 你看我们现在感觉他蛮嚣张蛮狂 但是两千里半他曾经说 我的生活过不下去 我整个人完蛋了 他那时候其实还有一阵子借酒交酬 让大家非常担心哦 但那时候还好有两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个是 库克也不知道哪边神经不对 库克居然拒绝他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他去找库克 库克说 对不起 我们家电动车 我们苹果也是家大业大 我们不需要靠你 我们要自己做 做到现在呢 苹果太专心在赚钱了 目前的苹果的电动车 一个人影都没有 你知道另外一个 小学有时候是你的贵人 对 你知道另外他一个最大的一个福星是谁 你知道吗 居然是美国太空总署 现在谈这个小小的故事哦 SPEX那时候2008年的时候 不像现在这么风光 还有什么低轨卫星啊 沿路天上绕的 那个时候呢 他们连续摔了三台火箭 马斯克都快哭了 都快疯了 也没起来 这个也不行 对 车子做不出来 老婆要跑了 要跟他离婚 然后火箭连续摔摔三台 跟SPEX掉在水里先救哪一个 这个等一下再谈 但重点是谁救了他呢 NASA救了他 NASA把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案 过去美国因为曾经有太空梭上去 死了七个人 美国人自己不敢发射火箭 可是各位 他今年50岁 他的口袋有八兆的台币 你可以证明这个男人真的不简单 当然不简单 他故事 我们继续看下去 然后另外来看到这个 在中国的部分 我们知道之前 其实这个Elon Musk 跟中文一段时间 蛮冲突的 没错 一段出来这个举发这个Tesla 但现在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 他甚至连一些 其实数据里头最机密的东西 愿意给中国 他在想什么 中国市场现在虽然还仅次于美国 可是给大家一些数据 第三季刚出来的数据 中国的Tesla汽车的销售额 已经是美国同期的48.5% 你听到48.5%一跌又不够 可是去年同期是41.4% 2018年的时候连10%都不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中国的Tesla比美国便宜 我们就以最主流的Model 3 在中国卖25万人民币 和美金大概三万九 可是美国的Tesla Model 3 光今年十月份又再涨一次价 今年涨五次 今年涨14% 现在四万一千九 差了将近三千美金 三千美金代表要10万 所以你看到成长速度这么快 而且如果换算成实际的销量 中国的Tesla的销量 其实已经超过美国的一半了 那他当然要以中国为中心 在商延商 所以你看到 这事情一闹开之后 Tesla马上顺应民意 不能说民意 顺应中国政府的意思 我立刻告诉你说 中国车主的资料 我们究竟就在中国社资料中心 以后就不会有这些争议 那当然不只这样子 Tesla在上海有个超级工厂 我想大家都知道 问题是他这个超级工厂 不是只供应中国 现在如果你要买Tesla 大概只有在美国 是美国厂做的 可是美国以外的地区 大部分都从上海厂出来了 所以以今年到目前八个月的数字 上海厂已经生产20万辆 可是15万辆是在中国内部的市场 另外5万辆就是销到其他国家去 尤其是亚洲国家的Tesla 基本上都是从上海厂来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Tesla跟中国的关系 真的是越来越麻吉 而且他最近有个新动作 LFP的电池 主要是跟这个宁德时代绑在一起 那这要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Tesla我们都知道他的电池很厉害 可是你看Tesla他刚成立的时候 他用的谁的电池 松下 松下他为什么那么厉害 其实他是因为他早年把山羊买下来 那山羊其实一直都是全世界做电池最厉害的 那松下买下来之后呢 哇强强联手 所以他很厉害 Tesla从创业以来 其实电池一直都是用松下的 直到2018年 因为他要到上海 Tesla要到上海去设厂 所以那时候找松下 一直一起到上海去 可是 松下说不要 大家都知道 因为中国对日本是非常敌意的 所以呢 松下日商 我不要去 好那时候他就换了 可是他第一时间他是先换谁 是换LG化学 韩国的 可是跟LG化学的没有那么麻烦 一年之后又拆火 那当然最近的 当然就是回到 中国的龙头林德时代 好可是呢 在中国基本上用的电池 都是这个LFP 就是磷酸铁铁电池 可是Tesla以前从创业以来 用的都是三元铁电池 那这两种电池呢 当然是有好有坏 可是就中国市场 95%的电动车 都是用磷酸铁铁电池 那请问Tesla 我现在要在以中国市场为主 我的车要用什么电池 我不得不去去救嘛 那更重要的是 限时考量便宜 虽然说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续航力的部分呢 这个磷酸铁铁电池是比较弱的 可是比上价格 其实真的是差蛮多的 我大概算了一下 当然这是粗略估算 因为他们都没有公布这么的成本 磷酸铁铁电池 大概三元铁电池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成本 OK 便宜这么多 对 便宜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我们来看一下市占率 好 在2020年的时候 这是宁德时代的客户 特斯拉大概排第三 跟小鹏是一样大 可是你看到今年第一季 现在变这么大 对 而且不要忘了 他现在才宣布 我要开始全部改用磷酸铁铁电池 哇 那这个市场 未来对宁德时代来说 绝对是暴增 所以现在是宁德时代第一大客户 对 好 那大家就开始传出来说 那美国的特斯拉车 要不要也都用这些电池 那如果要的话呢 那宁德时代 要不要究竟到美国去设厂 好 那事实上呢 刚刚你看是不是提到的 苹果 苹果是不是也传言在造车 其实也传言要找宁德时代去设厂 因为宁德时代 确实有一定的能力 尤其是磷酸铁铁电池 基本上都是他们的技术 可是我会觉得 宁德时代如果要去美国 他早就去了 美国政府一定会欢迎他 因为他确实有技术 可是比较大的问题 他为什么不去 那当然我会觉得说 这比较有政治的问题在考量 而且宁德时代 他为什么要跟特斯拉这么骂起 其实有很大一件 一个观点点是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一件事情 因为大家都知道 大家用的电池不一样 连带的充电桩都不一样 规格不同意的情况之下 会造成很大成本浪费 所以包含美国的汽车产业 跟欧洲汽车产业 都想要统一规格 问题以谁的规格为主 对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如果今天特斯拉是龙头 他跟宁德时代结合 宁德时代又有很大的力量 宁德时代最大 他们就可以制定规格制定 宁德时代最大的也就是 他想要成为规格制定者 这个差很多 那这个问题就很大 那讲到特斯拉 他的对手 在中国那绝对就是小鹏 那小鹏汽车 当然以目前来说 刚刚宁德时代也说了 中国这些电动车加起来 真的都还不到特斯拉临头 可是小鹏人家也很厉害 地上跑的我输你 那我天上飞的 我总要搬回一层 他要卖多少钱 这个贵吧 应该很贵吧 何小鹏跟你说 我要压到100万人民币以内 怎么可能 他确实就这样子喊出来了 这个新的技术层面 可以压这么低 你还在飞还安全 这就是你看 他告诉我们 他就是要压到 100万人民币以内 哇 如果真的让他成功了 这绝对会大部分 吴肖哥100万以内 要不要买 当然买啊 对我来讲 这根本是长了翅膀的美女 对 如果这个 对男人来讲 对成熟男人来讲 有两个玩具很重要 对 等一下 一个是3C产品 另外就是汽车 就是车 这两家东西呢 是男人必备的玩具 现在呢 这个玩具还长了翅膀 就像我所说的 根本就是呢 有翅膀的天使跟美女 相车飞天美女 好 任你遨游在天空 而且你的眼界会大开 好有想像空间的画面 是好 那讲到小鹏汽车 当然还有创判呢 何小鹏 但是何小鹏跟这个马斯克两个人 其实是非常的敌对啊 因为何小鹏老是被称为 他是中国的马斯克 你站在何小鹏真的是很清楚了 你为什么不说马斯克是美国的何小鹏 朱老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马斯克真的是到处跟人家吵架 我们来看他跟他的恩怨情仇是什么 你比伊朗马斯克厉害还是他比你厉害 他比我厉害 现在 但是未来我可能比他厉害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没有所有超虐权 我就做好自己是最重要 做好你自己 实事图事的讲啊 你觉得啊 你跟伊朗马斯克的差距有多大 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差距 我觉得他是在他的领域 我在我的思考逻辑里面 我觉得他的生活我不羡慕 我的生活他也不够羡慕 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看法 伊朗也是在这个里面做了很多的 都在做一些出行的变车 你是不是给伊朗马斯克写过信啊 人人会毁你啊 你说你这次上市了他会不会 你再要不写一封或者 他在推特上经常说我们不好 是吗 嗯 我说你什么不好啊 嗯 这是一个过程 要让不相信你的人都就相信你 直指小鹏汽车在自动驾驶方面 抄袭了特斯拉 我今天想发朋友圈 他们被他们按住 他们说他们来 早上我一起来看他们写一个稿子 把我气坏了 好骂一顿 他写的垃圾 别在骂你 你这么客气干啥 对不对 为什么伊朗马斯克这样对待何小鹏 好因为你看到 他说 伊朗马斯克说 小鹏汽车的制控系统的软体 你是偷他们的 那何小鹏当然就很不爽嘛 那但这件事情我们也很难去证实 可是被人家这样子公开在推特上面讲 那站在何小鹏的立场当然很不爽嘛 好所以他当然要反击 要西方的某人很不爽 我讲一个 连续用屁股发声话 他故意用英文写 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 哇塞 那所以你看 他连名字都不卸写 写某人不爽 对所以你看我们刚在影片里面 他告诉你说 好我现在是说你没有错 可是我们未来要赢你 尤其你看到激光雷达 以前有一段时间 特斯拉说我不要用激光雷达 我用摄影机就够了 可是你看 最新的特斯拉也回过来用雷达了 那小鹏现在就回过来讲了 你看吧 你不要的东西我们继续用 结果你现在也回过头 用我们的东西 所以是有过来 回过头来反击马斯克 所以两人的这个争斗 我想未来还有很多的续集要继续上 OK 谢谢卓老师 有些事情真的是 我们想的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 Elon Musk是小细排行榜 这个第一名 然后刚刚就讲说两趴的钱 就可以救全世界 现在竟然这个媒体报道说 他跟他的好朋友 贝佐斯 两个好几年来都没有交过税金 对啊 这个让整个拜登非常不开心 但是目前对拜登來說的话 他有几件事情要先来解决 他希望能够扩大建设 可是扩大建设口袋要有钱啊 怎么办呢 他就要开始去想办法 那你说找钱要找谁要 找穷人永远也要不到 所以呢要找富人 可是现在美国富人呢 真糟糕 为什么呢 美国富人全部缴税 你知道怎么不缴税你知道吗 很简单 跟台湾一样 你就开公司 开公司 里面用股东转换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叫什么呢 叫做Dynasty trust 朝代信托 朝代信托是什么呢 朝代信托其实也是用所谓很多不同的一个信托的方法 总而言之 钱要用的时候呢 你就把它给张回来 但是钱不用的时候就把它给散出去 永远都抓不到 所以拜登他们最近呢 政府一直积极在想办法 所以第一个最简单 企业税要开始做 企业税目前美国各州不同 但是会从21%直接拉到26.5% 应该的啦 富人税500万美金以上要直接拉到3% 可是这时候呢 我们说 人跟人不一样 心怀就不同 我们来看下一张 静怡 这三个男人有共同点 全是渣男 但是这三个人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都很有钱 很会创新 那可大家都知道 那可大家都知道 这三个人都是渣男 但这三个人有什么不同 你知道吗 有什么 渣的不一样的渣 不是 先来说 全世界最会捐钱的 在中间 然后呢 全世界 现在大家眼睁睁巴著的 第一有钱人跟第二有钱人 哇这两个人真可恶啊 为什么呢 他们每次人家慈善机关说 你们来捐钱啊 他们都好好好 然后好好就忘记了 所以呢 这两个男人是全世界被批为 最吝啬的男人 然后这个最吝啬的男人 就这么奇怪哦 难道是男人要吝啬才会有钱吗 为什么呢 因为越吝啬的男人 现在口袋钱越来越多 目前马斯特接近三千亿美金 然后贝佐斯接近两千亿的一个美金 有个调查说这个 在疫情之后 这有钱人的资产成长70% 70% 已经这么有钱越来越有钱 没有 现在就是这一个所谓的 钱滚钱的一个时代嘛 这个不是只有美国 全世界都是这样哦 疫情之后呢 我们刚不是说吗 全世界几百万个小孩在饿肚子 全世界目前像阿富汗 好几千万人目前是没饭吃哦 可是疫情期间呢 美国的富翁多了八千亿美金的资产 各位这吓死人了 刚才不是跟各位说吗 要让几千万人吃饱 只需要六十亿美金 八千亿八百亿八十亿 连零头都不太需要就够了 可是问题是美国人 他的有钱富豪全部都跑掉啊 全部都跑掉你就扣不到税 特别是贝佐斯 我们要来谈论到贝佐斯这件事情 第一个贝佐斯 我个人一直认为 他心中有意 这个照片是过去的经典 对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贝佐斯江湖经验应该不多 为什么呢 他本来是科技宅男啊 第一个他是科技宅男 科技宅男都有共同特点 每天都待在实验室 开的车很破 娶的老婆很厉害 可是呢很奇怪 男人有一天就变了 男人有钱就会变坏 很奇怪哦 特别奇怪 特别是贝佐斯跟 女人变坏就会有钱 这句话是相对的 这句话你就不用瞎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说 对贝佐斯来说 他小时候吃不饱 他妈妈嫁给一个酒鬼 后来这个酒鬼呢 把他们父母 把他们整个妈妈跟他 抛弃之后就远走他乡 然后其实贝佐斯也是现在才有钱哦 贝佐斯其实也有跑路的时候 也有辛苦的时候哦 你知道他跑路辛苦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理他 他继父把他的家当卖了 把他的房子卖了 全通通都给他 所以对他来说 我认为他对家庭 应该是有一个非常 特別的一个幻想哦 那我们现在来说 爱给小孩 他太太生了三个男生 他一直很想有一个女儿啊 所以他就在中国湖南 收养这个女儿哦 这个女儿收养来的时候很辛苦 瘦瘦小小 然后就在贫民窟里面 也是没有饭吃哦 他认为跟他的状况 是非常非常像的 结果生完女儿 把你女儿带回来之后呢 最近招惊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他居然说 我一个礼拜给你140万台币 你要赶快拿去花掉 这个完全是在满足他小时候 因为他小时候一毛钱都没了 他觉得他太省了啦 希望他可以学会怎么花钱 而且是我们背所思的女儿 没有啦 沒有人这样玩的 各位他居然还买了一座小岛 给他度假 你有看过爸爸这样做的吗 他希望可以借掉他什么 节俭令社的个性 我就觉得这个在买 一个爸爸一个礼拜 给140万 他规定他140万要花完了 对还规定他要花完了 那我个人的认为是说 他小时候的痛 可以来做补偿的一个动作 那现在140万对他来讲是小case 当然啦 这是小钱而已 但现在重点就在几件事情 我最后要做结论 第一个目前这个女儿呢 他可以继承他们家的家产 所以目前这个女生的身价是 一兆又640亿的一个台币 但我要对贝佐斯先生讲一句话 那我觉得他蛮有必要去练习 你看他继承这么多钱 他可以学习怎么使用 那我跟你说 那可以符合公益 这些公益团体 对贝佐斯的一个期待 那时候全球气候组织跟他说 就说贝佐斯你这么有钱 你捐一点吧 那时候贝佐斯有说 好吧那我捐100亿美金 可是到目前捐多少你知道吗 捐多少了 8亿 还差92亿 全球现在气候在暖化当中 各地都有很多需要的人 拜托这些有钱的大爷们 行行好 你口袋那些钱 你一百辈子你都花不完 不如拿来帮助世界上需要的人 宣传台湾入联的活动看板 穿梭在美国纽约街头 大型Q版黑熊宝宝同样吸睛 在美国的台湾人多年力推 台湾入联 也实际感受到各国挺台 强烈的一道前所未见 我觉得这个风向来说的话 其实现在真的是对于台湾 是一个蛮有利的情况 美国的国务卿这么快就宣誓 这个台湾参与联合国的这件事情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5号 发文呼吁各国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组织 强调台湾和联合国价值相符 不止总统蔡英文立刻留言致谢 强调将强化与盟友合作 驻美代表萧美琴也转发 感谢布林肯强调台湾作为民主国家 议员的重要性 我们支持台湾的能力 在美国政坛发烧 顶台入联议题在美国政坛发烧 不止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声援台湾 重量级政坛要角 包括美国共和党议员汤姆·蒂凡尼 甚至加拿大国会参议员霍萨克斯 接力替台湾发声 声援台湾的盟友增加也凸显台湾处境 引起国际关注 我们另外来看这个澳洲 最近有一个这个最新的动作 为了对抗恶意国家 他们的澳洲国防部长杜登 做了一件事情 什么呢 随着澳洲 美国跟英国组成的AUKUS联盟 澳洲的国防预算 会增加到GDP的2.5% 要来对抗 这是对我们这个中国印太 这边的这个恶意的国家 那他们也特别说 现在目前形势非常不稳定 是因为中国的行为 不是澳洲的行为所发生的 那么指责进来澳洲跟中国的军备竞赛 或者是说这个澳洲投资 这些潜见触动中国 这些所谓的说法 他说只需乌有的说法 那么至于这个澳洲 接受这样的一个AUKUS 协助建造这个潜见 撤销先前跟法国打造这个 裁电潜见的合约 进而影响这个澳法的关系 他最词他是说呢 他理解法国的反应 不过他也说 要是澳洲失去了这个 这么一个巨额的合约 澳洲他自己本身也会很难过 我想请雨昭哥 跟我们一起来解读 怎么样来看 这个杜登的这个谈话 而且他把GDP这个 在2.5%的预算 拉高到这个部位算是很高吗 我们来做一个类比好了 2.5%到底高不高 其实中国的国防预算也才2% 可是他的绝对值很大 澳洲现在拉到2.5% 大概是台币1兆400亿 可是中国的2% 大概是多少 是台币5.8兆 所以不能用呢 这样来做比较 但是如果你要用百分比 来做比较的话 台湾的国防预算是 三千六百多亿 人家澳洲人口跟我们 跟我们差不多 他是两千一百万嘛 但是呢 人家国防预算 是我们的1.5倍 比我们高很多 那以色列这个国家四面还敌 他的国防预算多少 大概的5%到6% 以色列国防预算 又是台湾的两倍 六千多亿 所以我认为澳洲一下拉到呢 台湾加以色列的国防预算的总和 基本上是很高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刚才我们说 绝对数字高比例上 还可以有空间 对对对对 杜登为什么要这么讲 最近澳洲国防部长话非常非常多 但是呢 薪酬加救恩 经济被制裁嘛 现在国防跟战略受到威胁 之前杜登说什么 如果中国进犯台湾的话 那么澳洲必然坚强的跟美国共进退 他讲这样的话 第二句话呢 他告诉大家说 哎 现阶段我们的国防预算要拉高了 开玩笑 要购买八艘核死动力前提 那可不是小数目嘛 而且呢 还有其他相关的国防预算采购 但是呢 澳洲民众非常非常欢迎 第一个威胁来语很明确 第二次呢 可以带动澳洲的军工复合体 当然呢 也让全世界的军火商为之一震 为什么这么做 主要还是威胁来源来自于中国 待会我们会从地缘政治的观点来说 最近呢 这两张 这张照片非常有名嘛 因为马拉巴尔2021第二阶段 刚好在孟加拉湾结束 因为马拉巴尔这个演习呢 是跨的行驶在南海 一个是呢 鼎鼎有名的卡尔文森号 另外一个呢 我会介绍叫加赫号 其实卡尔文森号是 标准的核子动力的航空母舰 但是呢 加赫号它只是直升机的护卫舰 共同共伴出生 出现在南海 这个用意非常非常清楚 展示跨台的决心 而且让中国了解 千万不要低估 一个叫做金哈克曼 另外是多半演邪星 但是在里面演空军的英雄 叫欧文威尔森 还有呢 比较早的 这个朋友就会了解 还有Top Gun 都是以卡尔文森号 作为取景的对象 卡尔文森号 本来部署在 美国的第三舰队 为什么最近开来呢 第一岛链 因为八月份的时候 刚才这个 这个敏宽科说的好啊 阿富汗啊 出现了全力撑空 雷根号啊 基本上部署到的 印度洋去了 怕这个地方呢 出现我刚才说的 战略撑空 就把母港在 圣地牙戈的 卡尔文森号 因为他是第三舰队 直接前进开到呢 恒虚二 恒虚二港就是 第七舰队的母港 所以卡尔文森号 出现在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就是要弥补 雷根号 以防所出现的战略撑空 而且呢 是给老公看 我们再看下一张介绍 我刚才说过啊 地缘政治 出现很大的变化 为什么 对澳洲来讲 威胁来源不一样 二世事业大战 刚爆发的时候 太平洋战场 刚爆发的时候 有四个国家 这么巧 现在有跨的嘛 可是呢 1941年的时候 美国 英国 荷兰 还有澳洲呢 组成了 ABDA 联合指挥部 为什么 对抗日本的威胁 那时候呢 澳洲的国防最前线 刚好在赤道这一带 非常非常简单 几个海峡很重要啦 马六甲海峡 迅塔海峡 龙木海峡 还有这个地方叫 巴布牙流 所以1941年到1943年呢 所有的战事大概呢 发生在这一带 山沐海战役啦 瓜岛战役啦 沙沃岛战役啦 主要呢 日军是想切断澳洲跟美国的联系 所以呢 是澳洲当初威胁的来源 可是呢 物换心仪 现在澳洲威胁来源不是日本 更好笑的是 习日的敌人变今天的朋友 跨的是 日本 美国 印度跟澳洲嘛 现在澳洲把他的国防最前线 从赤道 推载到哪里呢 推载到北回归线 也就是过去的威胁来源是日本 现在是中国 因为中国海军具有 远洋巡弋的能力 所以他的国防前线线 已经跑到这边来了 所以印太战略啊 基本上 已经把澳洲的心理上的 国防最前线 从传统的赤道 移到南海跟台海 所以这个国家 基本上 为什么短短时间之内 跟中国交恶 跟台湾那关系来越密切 是因为威胁来源改变了 盟国关系改变了 而且战略关系发生了变化 这么来看 都叫加贺号 为什么到小粉红跳脚 因为他叫做直升机护卫舰 虽然我们说他叫准航母 日本迈向航空母舰常规化 虽然这叫做直升机航空母舰 将来呢 那天被集成呢 什么瑞赫 翔赫 飞龙 昌龙 赤蚕 通通都会回来 小粉红现在已经非常生气了 军国主义的象征 但最好笑的地方是呢 日本展现的是什么 现代化民主国家 最新的航空科技跟技术 为什么要这么做 澳洲跟日本还有美国及台湾等国 都认为中国是最主要的威胁来源 他日主一定知道这家店 这个是我们半夜逛街的一盏明灯 唐吉柯德 这个是基安的电堂 里面东西一大堆 台湾也有 而且现在二号店要来了 没错 事实上这个应该很多台湾人到 你会喜欢逛吗 我蛮喜欢逛 因为里面有那种寻宝的感觉 那包括说去日本的时候 也有一些令人这个 会害骚的产品里面 卖了非常多 其实这一次来台湾也有 这个是形成一个大卖点 事实上这个唐吉柯德一号店 一开幕到目前为止的时候 其实常常都引发这个人潮 那除了一号店之外 因为最近有一个人力网站 他就说唐吉柯德 唐吉柯德二号店 康明顺 他里面说如果你是包括说 像从事生鲜蔬果的啦 或是药庄家居的 或是想要这个学习 捕货进货的啦 可以来这边这个应征 所以看起来的话 他可能要第二号店要开幕了 那第二号店的时候 据点的话 据说可能是在台北市的 这个中正区这样一个位置 那么其实唐吉柯德 他应该都非常有意思 他有非常多这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包括说他这个店到底怎么来的 事实上他的这个创办人安田隆夫 他最早是在做什么 事实上这个唐吉柯德最早不是在卖这些 不是在卖这么多的产品 他一开始其实是一个 在18品的一个小店 那这个小店他叫尼邦 他在尼邦市场 叫尼邦市场 之前的店叫尼邦市场 对那尼邦市场在卖什么呢 事实上他就卖一些所谓瑕疵品 或是卖一些比较有 就成厂商不要的二手货 或是怎样之类的 就是人家说叫小偷 对但是他很便宜 很便宜的话就好像 而且都偷偷摸摸的卖 所以人家就说 这个很像是这种小偷店 但没想到这样反而引起大家的注意 所以他从这个小店 慢慢的不断的发展 那发展到最后来说的话 你现在进去 刚才这个庆宜讲到说 叫金安的殿堂 对 事实上他以前他以前不叫金安的殿堂 以前叫做基安的殿堂 那基安什么意思 基安在日本就是便宜 所以他标榜就是便宜 那为什么会改成金安呢 是因为前几年的时候 他跟另外一家日本的零售厂商 然后合并之后 他就改成金安 为了要跟以前挥别过去 那金安跟基安什么意思 我刚才讲基安是便宜 金安是让你便宜又惊喜 这样叫做金安 所以就是让你觉得非常开心去买 一定会这样子的状况 好那事实上 你去唐吉哥的里面 你会觉得说他商品摆设的 好像有点杂乱的这个状况 就觉得好像不是这样 事实上如果你去逛 这个日本的几家原始店的话 他摆设其实比台湾还更加杂乱 更乱 很多东西都找不到 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他就说其实 如果摆得很杂乱的时候 客人一进来的时候 你会有那种寻宝的感觉 就一直找 对你去说我要去 譬如说我要去找一个 假设我要去买草莓 是买不到草莓 在哪里 就一直找一直找 所以你会把整间店都逛完 本来只是要买一条口红 就带了一整箱 是 那他怎么做 他其实他有这个美国所在 他这个设计 让你好像寻宝的时候 但是他那些所谓毛利最好的产品 他会放在转角那个位置 或是放在让你看得到的地方 很容易带走的 对你可能就是找东西 顺便看到这个产品 就买下来 他觉得你会买的东西 他会摆在非常显严的这个位置 所以其实他的摆设 有他自己的想法 另外一个 如果你进去里面来说的话 你会觉得说 怎么好像那种 因为台湾比较少 如果你去日本看的话 很多都是手写的砍棒 手写的这个纸板 这个便宜 这个便宜 为什么他要这样写 他就说这样写的话 会有种即时的感觉 而且你进去里面 你会觉得说 你会觉得很兴奋的 这样一个感觉 另外一个还有什么 他什么东西都卖 事实上我就讲 他来台湾的时候生鲜也卖 然后很多这个化妆品也卖 什么几乎都在卖 事实上他里面有一个 十八禁的这个区域 很多台湾有意思的 成员区 我去逛那么久 怎么不知道这一区 那你下次再去逛 你没事认真一点逛就 你可能还不够寻宝 我们是通通寻宝之后 偷偷去逛那一区 现在我只去成人区 不去其他区 这是有意思的一区 所以很多个行程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 他什么东西都卖 日本的话手表什么 他全部都卖 只要能卖的东西 他几乎都有卖过 而且他不同店 会卖不同的东西 这就是他有意思的地方 他不像是统一卖场 好像每一家卖场都一模一样 其实他每一家卖场 会卖不太一样的这个东西 除了这个之外 他有一个东西叫做热情价格 你去看的话 他有常常出现这种热情价格 那热情价格是什么意思呢 热情价格 他讲的就是说 这个产品 是我们唐吉科德 自己做的产品 他保证这个产品 一定会非常的便宜 那这个你一定不能错过 因为他常常会对他自己 针对他自己的这个热情价格 这个产品 他会把它降价 所以你去的话 很多人都是去找这个东西 这太便宜了 不然都觉得对不起自己 没错 那除了这个热情价格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他的主题曲 我相信大家都常常听到 他这个主题曲 中文版讲的意思是跟中文版 差不多一样的意思 你这么洗脑吧 对 就是你看这个旋律很轻松 很愉快 对不对 他里面都会有这个歌 而且除了这个歌之外 他放另外一种歌 他会放那种重金属音乐 为什么放重金属音乐 他们就说 如果你去那边买的时候 你那种心很澎湃的时候 你会拿越多东西 所以他就会放两种音乐 就是他的主题曲 另外一个就是那种澎湃的音乐 让你一定想要买 反正你就那个气氛 你会觉得非常嗨 在那边买好 有道理 因为我常常都是在晚上 或是半夜去逛 因为晚上只有他开嘛 是 对 他会住满 对 但是他的音乐 其实都会满 让你会很有精神的感觉 好 那他为什么要来台湾 开这个第二家分店 其实说穿的就是说 因为他本身的业绩 受到一些压力 是他目前在全世界的 除了在台湾之外 他最早开分店是到美国 美国的夏威夷 还有美国的加州 然后亚洲来说 他最早在新加坡开 然后后来又去香港 然后后来又去泰国 后来才来台湾 然后来台湾之后 又去马来西亚 去澳门 所以他其实这几年 是比较偏向往国外去发展 那为什么要往国外发展 因为日本本身的这个零售市场 一直在衰退 日本老年化人口 再加上很多人过去 都可能到日本去观光的时候去买 就没有想到没有业绩 所以他现在只能够 往海外去发展 好 那我们讲完 这个唐极歌德之后 其实大家想说 那台湾有没有台湾版的唐极歌德 有 这时候大家就想说 那就是小北百货 对 那为什么 你看小北百货其实跟这个唐极歌德 非常像嘛 小北百货是什么东西都有在卖啊 小北百货也有18禁吗 他里面没有 这里面就是比较不一样的 因为你们都好清楚啊 为什么 你看 人家就在那边比小北百货 跟唐极歌德 他说除非是真的要买特定的商品 唐极歌德才有 不然的话救急的话去小北就好 另外一个你看小北没有生鲜 也没有食品啊 然后另外光天光听电歌就吵爆了好吗 也就是说这个唐极歌德的歌是比较 比较吵的 另外一个小北没有TENGA TENGA就是日本的这个18禁的产品啊 那小北没有18禁的专区 所以看起来的话 他们两个是还有不一样的这个状况 但是小北厉害是厉害在什么 你知道南部人有时候结婚啊 结婚你知道 结婚不知道拿那个骰子 骰子 你去哪裡买那个米汤 根本没有买 买不到 就小北里面有在卖 或者很多东西 你不大的东西全部都在小北有卖 所以他就说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小北 这个夜市小北的百货 半夜东西坏掉的救星 对 没错 他其实这个老板黄普文 他其实是从这个 这个所谓夜市的这个海坛 做海产业嘛 对起家 那在那边吵吵吵吵的时候 突然发现到说 好像的这个做这个五金 这个百货业不错 所以他们就开始改卖这个百货业 那改卖百货业的时候 第一个时间居然常常有人半夜敲门 你们开门啊 有什么东西可以买不 就后来发现到说 这个好像卖五金行不错 所以他后来就索性 把它改成24小时 而且他什么东西都有 而且你去里面来说 他的店其实摆放得比 这个东西更加凌乱 但是凌乱 乱中有序 你去问那个店你说 我会不会 假设我要买个球棒 麥特什么东西 这个球棒 他还听得懂那是什么东西 他们很接地气 然后你的球棒要在什么地方 什么在什么地方 你找不到他都可以找得到 其实我觉得乱乱的感觉 逛起来比较自在 半夜在太整齐的地方 会有点觉得怪怪的 对 有点寻宝的感觉